香港的櫻花季都開始了 今天就受到邀請到你農場去看櫻花 這個園都有成過百棵 一起帶大家看看 農場的櫻花往年都是全港最快盛開 而園裡大多數都是山櫻花 即是中花櫻桃 水下來的姿態就像吊鐘一樣 好美呀 過百棵櫻花樹分佈在占地146公頃的園區裡面 而最集中的位置 就是在園內的胡亭生紀念亭 整排櫻花樹就這樣看都挺震撼的 走下角度還可以白飛去日本看櫻花 不過園裡的櫻花就已經開始生了綠葉 很快就會花落 而現在園裡還有梅花和桃花 新年過後還會有吊鐘花 雖然很大機會趕不及花旗 或者等疫情之後 入完山谷部 郊遊下都不錯 可以登上觀音山 看看大都人的山岳 欣賞臨村和大埔市景 至於現在就看著櫻花靚片過下人 留下年再入完看花吧